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啊,今天的这根笔是那个负利文的那个815 负利文815的话,反正最近的笔吧 好像不知道是新笔还是怎么样呢 反正就包装的比以前买的真的好很多 又纸盒的又塑料的,反正就像 对吧,像前一支那个上一集的那个英雄的那一根981也是 今天讲反正就这样子 正常的一个815吗 盒子对吧,纸盒负利文 也是这次第一次试的一个新的品牌 颜色的话应该是我印象中只有这个颜色了 然后尖也是默认一样的 有F就是F,没有EF的话就是EF 连接的话我一样会放在下面 好,那一根整根笔反正拿下,哇,好冰 第一个感觉非常冰 然后这里这块材料不太确定是什么 但是有点点凹凸 总体来讲,也是一样 那一个质感非常好 也是非常扎实那感觉 整个感觉反正就还是很好的 下来一样给大家看一下一个尺寸先 我找一下我无印的那根笔了 在这 这里 有点那一个粗暴啊,非常的抱歉 好,那一个看一下 反正整个长度的话我觉得还是ok的 总体来讲的话 嗯,也是很正常 书写的话长度也是ok 反正笔的话 应该长度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 应该都是凉凉 然后让你们看一下一个大小就可以了 好,再下来的一个东西就是说 这里整根的话 我觉得除了这个部分 其他都是一个那个塑料的 其他都是金属的 然后我试一下是插板了还是什么 应该插板了吧 对,然后插板 然后这个尖应该是那种包 半明尖还是那个包尖 还是属于我不太敢拆 我试一下 然后笔格的话非常重 对,非常重,非常重 你看 那看下这个 就那感觉 感受一下不太一样 啊,再下来的话 哎,这这里不能拆是吧 好,那一个打开一下 嗯,好,正常的吸摩器 对吧,非常常规的 这些都没有问题 嗯,口径的话 我觉得没有很想看吧 啊,但是个人来讲 有一个地方不太喜欢的 就像这种 像我不太喜欢 就是说他的一个旋钮位 是在比沃上面这个地方 就是说我个人来讲 我喜欢总成 就前面这个比沃这个总成是大块一点 我不太喜欢就是说那种太小块的那个总成 呃,对,就只有这个问题 然后整个来讲的话 笔的重心呃,偏厚 呃,差不多 你会感觉到就是如果正常短一点的话的笔 你不会觉得那惯性那么强 这根笔惯性会相对讲强一点点 而且重量的话呃,呃,怎么讲 比拉米两千轻一点轻 大概大概百分之二十一个是重量吧 呃,然后再下来 但这个用量我觉得是非常足的 而且整个拉斯文出来也是非常毒 但是跟那个拉米两千来讲 他应该不是一个 我不确定就是真的拉斯文 但因为没有摸起来是很光滑的 没有那凹凸感 你想看光位应该也能看得到 呃,好,那一个样 我们就那个先上一下墨,对吧 上墨以后呢 然后就写一下,对吧 呃,再看一下那个后面你们觉得怎么样 这根笔,呃,有什么问题 下面呢 就给我指甲指甲啊 因为我也是新手啊 我也不是很熟啊 好,那个上墨的时候反正也是正常的 对,把空气给推出来 然后再拉上来 嗯,好啊,上一点就够了 你们也看到就那么一点点 反正就也不会上的多 因为我得会还洗笔上的越多 反正也用不了 哦,哎,这里还有个铜信呢 看起来质量蛮慢的 还是很有诚意的笔 好,那个个人来讲不太喜欢墨手弄到手 好,那一个我们继续写一下这个 对 然后我会先把那个字给写完 然后这段一样加速了 加速完以后 然后你们再看怎么样 然后我们再说,好好吧 OK,好,这个写完了 第一个感觉 哎,哎呀 第一个,刚刚不是这样子弄到了哈 那个插下 第一个感觉,呃,这笔很滑 然后呢,非常滑 但是很粗,你们应该能看得到 我现在无印的再来写一遍,好 很好的,OK,写完了啊 好,这里分别两根笔,对吧 然后,嗯,好像有点晃 不知道能不能听的真意 有一点点晃 这里 一点点 一点点晃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啊 好,那个,但影响不大 但写感非常好 这根笔 然后就是很粗 很看得到吧 非常粗,出了一辈左右 好,然后继续 我们来写一下英文 好的,然后我们继续 嗯 那一个写一下 反正就是笔非常粗 然后 很滑 感受一下他的声音 然后另外一边 出没完全没有问题 很顺 可能会有点小品工问题 而且这个是一个同色的一个笔尖 对吧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哦 应该是可以了 然后再下来的话 整根笔就相对来讲 没 嗯,应该是金属的 但是 嗯 没有那种冰冷的感觉 我一奥,手又弄到了 哦 对 然后没有那个冰冷的感觉 然后再下来的话 呃 重心的话 对,因为我个人是喜欢这种 我个人是喜欢刚刚好 而且这 无印的笔比较轻啊 然后 就 这一根的话 反正就 也ok 然后长度 你们能看得到 就说反正十二点多 反正我手应该是刚刚好啊 那个十二点多厘米左右啊 啊 然后再下来的话 那个 出风的话 我觉得应该 应该还还行吧 应该 然后看起来好像出风的感觉一般般 当然 总体来讲 这根笔还是不错的 呃 写起来反正也挺舒服的 手感是真的是滑 不会觉得瓜子 没有瓜子感 好 那个整根笔的大概就这样子 有什么问题 那个下面留言给我 呃 对 喜欢的可以加我微信 好 那个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